人來到另外一個出名的地方 以前這裡是一間銀行來的,已經消失了 但為什麼來這裡呢?因為這裡有一個壁畫 一個壁畫非常漂亮 其實渣打銀行的四周是一共有三幅畫的 前面這一張的主題就是山打根的國際代碼 是由藝術家Mohammad Farid Azamuddin bin Musa Asman bin Douramin和Lan Swain一起畫的 在另一邊的主題就是山打根木材時代 正代表著1883年時山打根木材出口的主要經濟支柱 牛車也是主要的運輸方法之一 在前面那裡就有一顆飛碟 其實在遠看真的有點像河包蛋 在我前面這裡就有兩杯涼粉 在這附近都有幾幅這種壁畫的 就是畫家筆翠絲即Beatrice T所畫的 在對面就有一杯雪糕 在渣打銀行的另外一邊是有一碗海鮮麵的 就是這間了 以前就是一間鎮麵 很可惜現在已經不是鎮麵了 那我就在這個 這個算是一個地標 這個Harrison Saabasen Yenberg 就是這間鎮麵的客人 就由很久很久以前都已經鎮麵了 這間以前都是一間銀行來的 你都看到是什麼字 都已經不再是銀行了 這間鎮麵會少得過這個地標 山打根的這個 市中心的一個圈圈圈圈 就是這個我出鏡的建築物圈前面 是有野生動物主題的壁畫的 是畫渣打銀行前面 木材運輸和屁屁熊的同一班人畫的 其實以前這裡都是一間戲院來的 可惜已經關了很久了 我們就在車裡面拍吧 這個好像是一個賣三等票 即是便宜票的櫃桌 如果我沒有記錯 賣了票就可以在旁邊的門口 就進去看電影 在左邊我們是有這個1897年 北婆羅洲的8分錢郵票的壁畫 上面就是印有馬拉獨為飯船的畫像 是由畫家Jarred Abdurrahman 和Safarina Wasley所畫的 在右邊這裡我們是有這個小香港的壁畫 是由山打根的閃材牆 連同兩位蠔友 洪奕康和來自豆湖的利錦泉一起畫成 在這裡我們都可以看到蔡九的壁畫 原來蔡九是來於蔡威勇的姓氏 和他的生肖以造成的 The next day 我們也來這裡 它有很多地方都有這個顯示牌給你們知道 即是告訴你們 這裡你要來看一下 因為這裡有壁畫 那就是這個 以前的舊店就是這樣 這些店在哪裡看到呢 上石咀就一定看到這些舊店 有這個啤啤紅 這間原本是 炸彈銀行來的 但是已經 倒閉了 又有一隻 告訴你 有什麼地方是可以去看這些東西的 夜晚跟早上的對比真的很大 這個就是我昨天拍的涼粉 那裏就有一個 鮮蛋 這裏就有一杯雪糕 這間也是賣雪糕的 剛好這間店 其實在山打根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不隨私的壁畫 這個就是昨天有來過的 這個海鮮麵 那山打根有三大地標 其實在這個市中心 第一 就是這間 哈利森沙巴士尼蘭布克 那第二個 就是在我這個側邊這一間 之前就是渣打銀行來的 但是現在已經荒廢了 那它的前面呢 就是HSBC 就是亦都是荒廢了的 現在 但是這三個建築物呢 就是山打根有歷史的建築物來的 是從開埠以來 至今都建在的建築物來的 就是為了這個 已經重修了的市區Roundabout 希望以後回來 都能夠看到他們 看到其中的兩棟變成這樣 真是有點可惜 各位empf 左邊的郵票呢 他昨晚就介绍了原来留了一个比较细的四分邮票壁画 就是这个1899年的人传的邮票 在右边这里我们是有这个小香港的壁画 他们三个一共是用了三个礼拜的时间来完成的 镜头再zoom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壁画的 这个小香港的壁画就是2022年8月落成的 当然早上是看得比晚上更加清楚 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菜狗的壁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由陈光 我们下期到的今天节目